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刚才底下集完 马上讲这后面有四个按钮 所以第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我刚刚讲过 就是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全部清空 保留这个 保留的话先把这个先存起来 清完之后再放回去 所以清除就类似这样 那年历的话怎么做 基本上我的步骤是这样 第一个我就输入 这个是叫 input box 就是有一个输入的地方 让他输入2021好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就跑 每个月的第一天跟其他 然后再格式化 按确定 那格式化是呼叫这一个 那每个月的第一天 我也是呼叫一个 所以其实按确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它的程式是这样 这个年历基本上最后 写完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写这样而已 有没有 叫 input box 输入年 然后这个type 1 意思说只能输入数字 你不能输入数字以外的东西 OK 然后他就在串什么 串一个1月1号 有没有 我们输入年 然后放在A2里面 这个应该可以看得懂 再来的话你会发现 底下就call call call意思说呼叫每个月的第一天 然后call 每个月的其他天 call 格式化日期 那你会发现这个在哪里 其实这个就在上方 有没有 每个月的第一天 也就是说将来你可以拆开写 然后你再去call他就好了 所以等于是那个年历就是一个完整的组程式 然后其他的都在别的地方 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比较专注就是你的那个逻辑 然后其他在额外写 那首先的话要怎么每个月的第一天 其实刚刚同学蛮不错 就刚刚有在想说怎么写 那其实我的写法是这样 每个月的第一天 所以基本上是从for 这个地方for的话 如果横向的话 我习惯是用追 当然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就是说我习惯是用追来代替蓝 那第几蓝呢? 第二蓝到第十二蓝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本来是丢一个e day 所以关键的地方来了 所以本来的写法是 我把这个公式有没有 一样的方法复制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里面来 但问题来了 这个A2 再来可能就是B2 有没有 再来C2 有没有 每一个A2 B2 C2 其他都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主要是这个蓝的名称变动 可是问题来了 追现在是什么? 是数字 可是这个A呢 它是文字 所以你势必你变成说 你不能直接把追放过来 也就是你必须做一个转换 如果它追 追是2的话 那就必须抓A 放到这边来 如果它是3 那就抓B 放到这边来 串接 所以这边可能比较难一点的 这个我自己是想出来的 因为现在想不出什么好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呢 有点难度 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个COL的字串 那这个字串刚好是AA A 你会发现 第一个是A 第二个也是A 为什么? 因为第二个刚好我要抓A 第三个 所以再来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个A的地方 一样哦 算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AND移到中间 那这边的话 不是加个I 而是加什么? 关键来了 最难的地方 加一个MID MID是什么呢? 就是切字串 切什么字串呢? 就是从这个COL COL 斗点 他会问你说 你要抓哪个字过来 有没有 那我要抓哪个字? 我要抓这个字 这个字在第几个位置 刚好在J的位置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我就把J放在这里 就那一串字里面 我就抓DJ个字 就是如果2就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是什么? 就是A 对不对 斗点 然后就抓几个 抓一个字 后刮胡就可以 意思就是说 当J 如果是等于2的时候 他就会帮我把A这个字 放到这边来 然后串成A2 如果他是第三栏的话 那就B 就把B放过来 变B2 A之类推 要看懂这意思吧 如果暂时看不到没关系 可以各位参考 云端上 就我这一段程式 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OK 应该 你在别的书应该看不到 OK 因为我现在想来想去 什么方法最简单 应该好像也想不到更简单 这一招应该是最简单的 OK 好 反正你回去想想看 这个可能没办法马上 领悟的话 你可能还要休息一段时间 OK 你就把它涵养住了 这东西说真的 可能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点 什么讲 功力 但是你也不要急 这一定要马上写出来 但是你慢慢我想应该 或者你可以把影片放慢 OK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就把它录下来 回去你慢慢看 OK 好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做完每个月第一天了 OK 那这来的话每个月其他天怎么办 其他天的话 基本上 类似的原理原则 我们一样什么 一样把什么 把这个for i 等于3 3 因为我们从这边开始 有没有 因为2不用 3到312 1到12 这个蓝 然后 Sales IJ放什么 其实当然你也可以用VBA来写 或者是直接丢公式 丢的公式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把这一串 有没有 复制 贴过去 不过贴的时候 需要除了改列之外 还要改蓝 OK 那怎么改 1的话 一样是贴到这边 然后把它取代成两个双以后 这个我已经取代完了 2的话贴到这个上面来 贴上来 但是你要改两个地方 A2 这个A2 你要改A1跟2 A1跟2 有没有 所以有三个地方要改 那因为当然我们改列会比较简单 列的话就是 不过你会发现 I的值从3开始 A2是从2开始 所以相差多少 相差1 所以1 请你把2改成什么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然后加 以前是加I 对不对 这个时候请你注意要加I什么 减1 为什么减1 因为刚刚2 上面不是3 所以相差1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什么 空白 OK 其他部分都一样 所以你把它复制 有没有 跟前面一样 复制 贴到后面的2 有没有 只要不要贴错 再次 OK 这样非常小心 我这个感觉真的是 非常 A怎么办呢 A用同一招 这边放MID 所以写法 1 请你把这个delete掉 2的话移到外面 加一个M的符号 串接 串接什么呢 串接MID 什么字串呢 这个字串 就是COL 这个名称我自己取的 豆点 加个J就可以了 再豆点再加一个E就可以 意思是说 如果当它是E 就第一栏 帮我把A这个字串放在这边 跟后面串在一起 这样就OK了 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不过这个很容易做错哦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你只要把什么 你会发现这个比对一下 有没有 A A在这里 去掉 串后面这一串 所以其实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双引号 到这个END 干脆把这个空白 上面 复制之后的话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 这边 把A双引号 空白贴上就可以了 有没有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到这边而已嘛 这边有个空白 然后这边其实就是原来的A OK 把它贴过来 没错的话 应该就OK了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先贴了 至于为什么回去再体会一下 而且这好容易做错哦 你要一次做做对 你是天才的 OK 真的 我也时间太短了 我还不敢保证说我一次做会对 不过我尽量贴上看看 说要END 这边多个空白 好 这样OK了 这个也是我想出来的 说真的 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个我也是酝酿非常久 才想出这个方法的 最后我们来ROUND一下 如果程式没有BUG的话 那刚刚ROUND的东西就会出现了 2020 OK 所以它就是先Input box 然后串丢到那边 然后扣第一个 扣第二个 扣第三个就是格式化 有没有 然后确定 就OK了 所以我是这样写出来的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不过这个背后 可能就是一段很长的酝酿时间 那至于那个程式码 都在云端上面这边有 所以如果你们要回去看的话 这边就有call 有没有 这一段 记得上面这些都要有 才有办法call的到 如果你call 结果上面没有 那失败 最后的话 因为刚刚有提到 有插入列 有没有 就这样子 删除列 其实程式非常简单 就在底下 这边insert 就这样子 第几列插入一个空白 第几来删除 但是你会特别注意 一定要反过来 为什么要反过来 道理很简单 因为如果说你 假设你从这边插入一列的话 有没有 那原来的第四列会变成什么 跑到第五列去了 因为它会下移动 那变成下移动 会永远都找不到 到底它在哪一列 因为它又增加了 所以如果你往反向的话 它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列的位置 OK 这个删除跟插入 因为时间关系 先讲一下 那后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把日期与时间函数的 这相关的应用 跟各位做说明 那这个讲完之后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要向前再推进到数学相关函数 包含就是像上一符 像康一符等等的相关重要函数 这个跟枢纽分析表有点关联性 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 可以再看一下相关的这些相关的范例 如果说你刚刚的问 因为时间太短了 我只是大概弄一下 如果你回去 弄一下还有问题的话 欢迎你可以在下方留言或怎么样 或者是说下一次也再提出来再讨论好了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